这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盘龙第三百八十七集 萨罗蒙看了一眼眼前的阿里奎恩伊尼格 他们两个人显然对着主神之力非常眼馋 可是他们也没把握能够夺取 萨罗蒙轻声说 地狱中的战时末时都是毁灭主神们制造 这一滴黑色水滴正是毁灭主神之力 我修炼的刚好是毁灭之道 毁灭主神之力配合毁灭之道 这威力还要大一些 阿里奎恩脸色很难看 在地狱当中 七星恶魔已经算是超级强者了 修炼那都是纵横地狱的超绝人物 而修炼有108位 七星恶魔更多 而且历史上还有许多位退位的修炼 无数年累积下来 整个地狱当中强者的确是有不少 能在这些超绝强者当中 站在巅峰 一般是如下几种情况 一 像艾肯 他能炼化主神之力 使用一滴主神之力 谁敢和他斗 二 还有的超绝强者 拥有主神器 主神器在手 那自然也能高高在上 三 还有的上位神达到大圆满境界 一种元素法则 所有玄傲进阶融合 自然是站在最巅峰的上位神 第四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这七星恶魔本身是神兽 而且这神兽的天赋非常变态 比如世神等等 有这么变态的天赋 那自然也极为强横 还有是灵魂变异的 或者是其他一些特殊情况 总之 无论声名显著的紫荆大陆艾肯 还是血风大陆的贝鲁特 都有着各自的依仗 而阿里奎恩也只能算是 比较不错的七星恶魔 他没有主神之力 没主神器 没达到大圆满境界 自然 在面对撒罗梦的时候 就感到为难了 使用主神之力来攻击 和使用上位神之力攻击 相差可是一个天 一个地啊 没达到大圆满境界 自然 面对撒罗梦 感到非常的为难 就好像 一个懂得剑法的婴儿 和一个力大无穷的巨汉 怎么比呢 这是一个道理 撒罗梦在玄奥方面 只有对方的十分之一 可是主神之力 却超过上位神之力 太多了 怎么 你们还想得到这一滴 主神之力 主神之力 阿里奎恩大人 以你个转头 看向阿里奎恩 以你个本身 论实力 就比撒罗梦差 撒罗梦一旦使用主神之力 杀死他 这是瞬间的事情 阿里奎恩 阿里奎恩略感迟疑 旋即他低叹一声 主神之力 就这么一滴水 却蕴含着可怕到极点的力量 阿里奎恩的话语当中 蕴含着一丝羡慕 他多么梦想 自己能有一滴主神之力 虽然是一次性的 可即使不使用 用来威慑别人 也是好的呀 关键的时候 也能救命 金色岩浆湖湖底的林雷 则是站在那 似乎在想什么 老大他在想什么呢 贝贝和迪利亚都发现 迪利亚不对劲了 不就是听到上面说什么主神之力吗 老大也不必这样吧 虽然说这主神之力 真的很让人眼馋 迪利亚低声说着 眼馋 没听到撒罗蒙说吗 那主神之力炼制起来 非常的艰难 整个地狱当中 能炼制主神之力的非常少呢 而且消耗的末时 战时是非常惊人的 一个博弈家族的财富啊 才炼着这么一滴 林雷此刻的精神力 完全进入盘龙戒指了 盘龙戒指当中 还有那么两滴 青涩水滴 水滴 水滴 主神之力 我太笨了 我真是太笨了 一滴青涩水滴 能够让我的身体 蜕变到 敢扛上 尚未神器的攻击 这么变态的水滴 除了主神之力 还会是什么呢 当初得到盘龙戒指 就得到那残破的灵魂防御 主神器 那都是主神器了 很显然 过去盘龙戒指的主人 可能是主神 既然是主神 这水滴 自然是主神之力了 林雷有些想明白了 一切都理所应当 除了主神 谁会在死去的时候 在盘龙戒指当中 留下三滴主神之力呢 毕竟 如果是尚未神 估计厮杀的时候 就会用掉主神之力了 也就对伟大的主神而言 主神之力不算什么 毕竟主神拥有着 无尽的主神之力 死前随意留下三滴 也是正常的 我用掉一滴了 还有两滴呢 如果卖掉 那会是什么价格呀 林雷的心中随意的想着 当然 林雷不会愚蠢到去卖的 一滴主神之力 那可是无价之宝 伯一家族 无数年积累的财富 加上当初 埃肯欠博一家族的一个人情 这才让埃肯帮忙炼制出一滴主神之力 实际上 对埃肯这种强者而言 人情反而比那财富更加珍贵 如果不是如此 即使别人在线上再多的财富 埃肯估计都不会炼制的 毕竟 主神之力炼制出来给别人 很可能将来某一天 这一滴主神之力会落到自己敌人的手上 黑色水滴是毁灭主神力 那我这青色水滴应该是水系主神力 林雷能够感应到青色水滴当中蕴含的水属性气息 过去林雷一直很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变态的玩意呢 能让自己的身体强悍到这个地步 林雷一直没敢想是主神之力 今天林雷才明白 我如果用这主神力使用迷影这一招 威力会有多大呢 林雷心中暗想 一招攻击力 一般就是神器 能量 法则玄傲应用三部分相叠加组成 其实这三部分任何一部分变态都会很强的 比如法则玄傲 如果到了大圆满境界 那近乎无敌 而能量方面 如果是主神力自然也可怕 而神器方面 如果是主神器 那也能纵横地狱了 当然 一方面强 其他两方面不要太弱就成了 林雷的神器是上位神器 子血软剑 能量是主神之力 法则玄傲也是融合了两种法则玄傲 三者配合起来 或许对上大圆满的上位神还很危险 可是对付阿里奎恩应该还是有把握的 不过 那是消耗一滴主神之力的代价 不到必要的时候 绝对不能用 在最关键的时刻 这可是保命 改变命运的宝贝 经历过之前 生死间徘徊一次 林雷自然意识到 这主神之力的重要性 这主神之力 不是显摆用的 而是关键时刻 保命的 林雷恢复清醒 这才注意到 迪利亚贝贝都在看着自己 你们看什么呢 老大 你刚才站在那一动也不动 而且还笑 难道有什么大喜事 怎么 我笑了吗 林雷的笑容不由更加灿烂了 人逢喜事 精神爽 那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那阿里奎恩放弃了 林雷忽然仰头 贝贝和迪利亚 也聆听上面的谈话 洞穴当中 虽然阿里奎恩不甘心 可是最终 他还是点头了 萨洞穴 你就放心吧 我阿里奎恩还没有贪婪到 现在还要夺你的主神之力 相信 你也舍不得使用吧 萨洞穴当然舍不得用了 用了可就没了 这可是整个家族所有财富 加上一个人情换来的 如果你逼我的话 就没有办法了 普斯罗 打开火山群通道 放他们离开 阿里奎恩怀中的金色小猫轻轻的叫了一声 顿时 整个火山群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峡谷 直接通往这地底的洞穴 萨洞穴抬头就看到了外面已经昏暗的天空 显然已经是傍晚时分 萨洞穴心中暗松一口气 这阿里奎恩还好 没逼迫我使用这地主神之力 尼斯 我们走吧 尼斯回头看了一眼 金色岩浆水潭 那金色岩浆还在不断翻滚 散发着惊人的热气 忍不住 尼斯又掉下了眼泪 尼斯 别看了 贝贝 贝贝 尼斯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草帽 旋即 尼斯和撒罗蒙直接沿着那裂开的大峡谷朝上方飞去 瞬间便消失在天空当中 哼 空忙活一场 阿里奎恩低哼了一声 他憋了一肚子火 原本认为那伯伊家族的财富到手了 可没想到所谓的财富竟然是一滴主神之力 这的确是宝贝啊 可是却又不容易拿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撒罗蒙离开了 这时候伊尼克忽然施展神之领域 隔绝周围的声音 阿里奎恩不由疑惑的看向他 伊尼克低声说 阿里奎恩大人 我知道 那个叫贝贝的 他现在就在那液态金颜湖底 那贝贝手中的武器 可是宝贝啊 夺过来 这一次也不算吃亏啊 伊尼克虽然当时不在场 可是发生的一切 普斯罗都通过摄影之术 让伊尼克知道了 这时候阿里奎恩恍然 怪不得伊尼克要隔绝声音 他是担心在湖底的林雷三个听到 贝贝的武器 那的确是重宝啊 可 那是贝鲁特炼制的武器 完全由神格炼化成的兵器 最坚硬 锋利 威力远超一般的上尉神器啊 只是比主神器差一些罢了 神格武器 那是贝鲁特的招牌 只有贝鲁特才能炼制 神格坚不可摧 也只有士神鼠才能消化 如今的贝贝 只能够做到消化 还无法炼制 可是贝鲁特能做到 一柄神格武器 在地狱当中 那是天价 可是这个贝贝 他能得到贝鲁特大人的武器 他和贝鲁特的关系 肯定不一般的 如果杀了他 那可是惹恼了贝鲁特 你应该知道贝鲁特的可怕呀 伊尼克心底暗骂 他怎么不知道贝鲁特的可怕呢 这突然崛起的贝鲁特 或许一些普通神级强者还不清楚 可是一些大家族 一些隐世强者都是知道的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贝鲁特 只有一个 那就是强横 许多人认为 雪丰大陆郡主之下 第一强者便是贝鲁特 大人 我知道贝鲁特大人可怕 可是就算是厉害的 像主神那样 也不能知晓过去 知晓未来吧 只要我们杀了这贝贝 同时毁尸灭迹 这贝鲁特怎么知道 是我们动的手呢 如果你担心那神格武器太扎手 被贝鲁特发现了 大不了到黑鲨城堡立即卖掉 到时候 谁也不知道凶手是谁 这神格武器 那可是天价呀 面对伊尼格的诱导 阿里奎恩的眉头皱起来 沉思起来 阿里奎恩大人 你还担心什么呢 那贝鲁特 绝对不会发现的 阿里奎恩怀中的金色小猫 软绵绵的说 喵 主人 这伊尼格说的也有些道理呢 就是强大的主神 也不可能知道过去 知道未来 杀死那贝贝 那贝鲁特 几乎是不可能发现的 杀贝贝 你们说的的确有道理 布斯罗 让林雷他们三个 先出来 金色小猫眼睛一亮 立即甜甜的叫了一声 顿时 一直处于沸腾翻滚的金色岩浆湖 湖面立即分开 露出了湖底中的林雷 迪利亚和贝贝 他们三个眼中满是惊讶 老大 也不知道刚才 他们在悄悄议论什么呢 贝贝传音说 林雷也感到担忧 自己三人在这湖底 是听到上面谈话的 之前听到阿里奎 把撒罗蒙尼斯放走 当时贝贝有些焦急 可是贝贝不能也无法出去 他只能无奈的待在湖底 可是后来 上面便没有一丝说话的声音了 林雷当时就肯定 那伊尼格阿里奎恩都在上面 绝对不会一言不发 傻傻的站在那 他估计 他们肯定是把声音隔绝了 防止他们偷听 或许他们讨论的就和他们有关 林雷 迪利亚 贝贝都有些担忧 毕竟他们三个的命是在人家手里的 虽然对方暂时没杀他们 可是不代表就真的放他们走 相比较于 迪利亚 贝贝 林雷心中还是有一丝底气的 底气就来自于两滴主神之力 如果威胁到生命 就算舍不得 也要使用一滴了 林雷已经做好了准备 好的朋友们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收听 下一集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有原野播讲的盘龙 第三百八十八集 看着分开的金色岩浆 林雷开口说 我们出去吧 当即林雷他们三个直接飞出了这金色岩浆湖 落在了洞穴的平地上 这时候林雷他们才发现 洞穴上方竟然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峡谷 直筒外界 这道峡谷 正是放撒罗梦 尼斯离开的通道 林雷他们也不逃 如果对方想杀他们 以他们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 阿里奎恩先生 感谢你能对我们三个手下留情 林雷微微躬身 有理地说 阿里奎恩一愣 心底暗笑 这个叫林雷的小子 也是个人精啊 先来奉承我 如果是看中面子的人 就不好再开口再杀他了 不对 我本来也没想杀他 阿里奎恩回头看了以尼个一眼 杀贝贝 多神格兵器 我脑子发热 太那么做 阿里奎恩心中吃笑 的确 杀死贝贝 贝鲁特或许不知道凶手是谁 可是贝鲁特如果真的暴怒 查探下来 发动他的影响力 到时候查到凶手是谁 那是有可能的 那样的话 他阿里奎恩就必然殉命 一件神格兵器如果真的夺来 我也不敢自己使用 一使用不就代表凶手是我吗 即使卖掉 也就赚一些财富 神格兵器可没主神之力贵重 为了这财富丢掉性命 那可不值得 阿里奎恩算得很清楚啊 当初要杀撒罗蒙他倒是不怕 毕竟撒罗蒙也是花费的 博一家族的财富和一个人情 才让艾肯帮忙的 这说明 艾肯对撒罗蒙不算看重 如果艾肯无偿赐给撒罗蒙一滴 主神之力 那才叫看重 傻撒罗蒙没事 傻贝贝 虽然被发现的概率不高 可是一旦被发现 我是必死无疑啊 阿里奎恩可不想惹贝鲁特 阿里奎恩大人 那伊尼克开口提醒着 阿里奎恩怀中的小金猫 也轻轻摇晃着猫尾巴 林雷则是心底警惕 时刻准备把那一滴主神之力 直接引入体内 希望你阿里奎恩 别让我浪费这一滴主神之力 林雷的心底默默的说着 阿里奎恩或许有一些财富 可是那财富的价值 岂能和主神之力相比呢 博伊家族的财富加起来 估计都不及一滴主神之力的 阿里奎恩冷冷地看了伊尼个眼 旋即他看向林雷他们 林雷 贝贝对吧 不好意思啊 这一次让你们牵扯到其中 你们三位现在可以走了 伊尼个愣了 阿里奎恩怀中的小金猫 也仰头看着他的主人 阿里奎恩大人 伊尼个连忙说着 嗯 你有意见吗 伊尼个只能挤出一丝笑容 没意见 没意见 他心底却是怒骂呀 我这一次损失了过百亿的财富 那么多手下 却什么也没得到 这些混蛋 都该死 都该死 伊尼个迁怒到林雷他们身上 奈何在阿里奎恩面前 他不敢出手 林雷 迪利亚 贝贝三人大喜 哦 那实在是太谢谢阿里奎恩先生了 林雷连忙说着 嗯 不用谢 路上 你们要多加小心 阿里奎恩笑容可拘 努力表现得非常友好 有些人呢 就是这样 如果不想得对对方就非常友好 可是一旦想杀人夺宝 便会毫不留情 林雷迪利亚 贝贝三人 相视一眼 我们走吧 林雷笑着说 主神之力没有浪费 林雷自然高兴了 正当林雷迪利亚 贝贝三人 刚刚要飞起来的时候 突兀的 一道黑色的剑影 从林雷身前掠过 单单剑影产生的空气波动 就让林雷提表的龙鳞 发出清脆的响声 什么玩意儿 林雷吓了一大跳 他们三个顿时停下来 朝旁边看去 只见那前方出现了一条 剑影劈开的通道 一位穿着长袍 手持长剑的冷酷男子 从其中飞了出来 这正是许久不见的六星恶魔 里尔蒙斯 里尔蒙斯瞬间就发现了林雷 他们三个 同时也发现了洞穴下方的 阿里奎恩和伊尼克 其他人呢 里尔蒙斯对林雷询问着 都死了 林雷回答着 里尔蒙斯微微摇头 不过见到林雷他们三个存活 里尔蒙斯的心里还是有着一丝欣慰的 毕竟在路途当中 林雷努力修炼的表现也让里尔蒙斯非常欣赏 里尔蒙斯直接朝下方飞去 林雷他们只是刚刚朝上飞 距离下方洞穴也只有不足十米距离 洞穴中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 老大 我们先看看吧 贝贝说着 林雷和蒂利亚也不着急离开 反正现在双方都不会杀自己 何不先观看一番呢 是你 林雷尔蒙斯见到伊尼克眉头一皱 显然 林雷尔蒙斯回忆起之前沙漠古堡中的场景 那时候他也发现过伊尼克 伊尼克见到林雷尔蒙斯脸色不由一变 不过想到旁边的阿里奎恩还是挤出了一丝笑容 伊尼克见过林雷尔蒙斯先生 普斯罗 阿里奎恩却是不满的嘀喝一声 主人 他很厉害的 可以轻易劈开石壁 我已经努力引导他走其他道路了 可是他还是到这来了 小金猫很委屈的说 林雷尔蒙斯转头看向阿里奎恩 我叫林雷尔蒙斯 请问你是 阿里奎恩 阿里奎恩淡然的说着 他并没有把林雷尔蒙斯放在眼里 阿里奎恩 你就是当年的七星恶魔阿里奎恩 林雷尔蒙斯对地狱中的一些绝世强者还是知道的 毕竟他自己本身也快跨入七星恶魔了 哦 你认识我 林雷尔蒙斯眼睛发亮 全身的战意声腾 他朗声说 我叫林雷尔蒙斯六星恶魔 如今最想的就是挑战七星恶魔 阿里奎恩不由皱起眉头 地狱当中啊 就有一群人非常好战 就喜欢挑战强者 阿里奎恩很讨厌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很难缠 而眼前的林雷尔蒙斯显然就是那种人 今天我的心情不好 不想再出手 你滚吧 阿里奎恩淡然的说着 哈哈哈哈 难得遇到一位七星恶魔 我怎么会放弃呢 林雷尔蒙斯却笑了 你旁边的这个伊尼哥 应该就是袭击我们的主谋吧 自从我达到六星恶魔的境界 我还从来没有任务失败过呢 话刚说完 一道灰蒙蒙的剑气突兀的惊现 直接掠过阿里奎恩身旁 那伊尼哥惊悚的立即飞退 手中也出现了自己的软剑 剑气和软剑相撞 伊尼哥脸色瞬间就煞白了 他整个人无力的落在地上 旋即便黯然的倒下 他已经死了 以那个眼眸当中有着惊骇 以及一丝不甘 还是这一件 在上方偷偷观看这一幕的林雷 心中惊颤 唱听网 分享别人的心情 精彩自己的人生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当年里尔蒙斯 就是这么轻易杀死 十余个上位神的 连这个伊尼哥都无法抵抗这一剑 太可怕了 林雷虽然不止一次见到这一剑 可依旧感到震惊 而洞穴当中 一剑灭掉伊尼哥两个灵魂 这让阿里奎恩也是微微有些吃惊 林尔蒙斯微笑着手持长剑 他说 阿里奎恩 我林尔蒙斯六星恶魔 今天正式向你挑战 生死误论 林尔蒙斯梦想着能够挑战修罗 可是他清楚 他如今的实力还不到那个地步 阿里奎恩冷哼了一声 你的毁灭规则 修炼的不错 可是 你以为凭借这个就能赢我吗 阿里奎恩很憋屈 付出这么多 却眼睁睁的看着萨罗蒙离开 这一点 这一点且不说 最要命的是 他阿里奎恩在挡贝贝那绝招的时候 那件上尉神器已经损坏了 一件最适合自己的上尉神器 是需要运养极久的 这件神器损坏了 可是这个时候 却有人来挑战自己 阿里奎恩如何不愤怒的 莫非 你阿里奎恩胆怯了 尼尔蒙斯微微仰头 哼 已经憋了一肚子火的 阿里奎恩终于发怒了 他一番手 手中出现了一柄黑色长鞭 一名强者一般不止一箭攻击神器 就像林雷 他有子鞋软件 黑绝重箭 这阿里奎恩自然还有经常使用的上尉神器 你既然找死 那我就送你去死吧 阿里奎恩胸膛中燃烧的怒火 终于要爆发了 哈哈哈哈 李尔蒙斯见到这一幕 却兴奋的大笑起来 阿里奎恩 这里地方太小 我们何不出去大战一场呢 好 阿里奎恩冷笑着答应 顿时 李尔蒙斯和阿里奎恩直接沿着裂开的峡谷一飞冲天 直接从林雷他们三人身旁掠过 瞬间就到了天际 一位六星恶魔 一位七星恶魔 今日 却是要真正的一战了 下方的林雷他们三个正认真地看着 特别是林雷 眼睛都发亮了 强者之战 岂能错过呀 昏暗的夜空 紫月迷蒙的月光如同青沙覆盖大地 在火山群上空 阿里奎恩 利尔蒙斯二人各自持着武器 凌空对峙 而下方的林雷三人和那只金色小猫都仰头看着 林雷 你说 他们谁会赢啊 迪利亚轻声说着 林雷仰头看着半空中的两个人 这个说不好 我总感觉 阿里奎恩似乎强一些 不过 不管怎么说 那利尔蒙斯的功绩 真的很让人惊颤啊 林雷的眼睛一眨不眨 唯恐错过一点 金色小猫 普斯罗 则是悬浮在旁边 轻轻甩着尾巴 仰着小脑袋看着 我林雷尔蒙斯无数年来 战过十八位六星恶魔 没战必胜 这一次 是我第一次挑战七星恶魔 林雷尔蒙斯悬浮在半空 朗声说着 平时的时候 林雷尔蒙斯冷漠 不关心其他 而这时候的林雷尔蒙斯 双目如电 战役十足 阿里奎恩的战役 也被引了起来 哼 你击败的只是六星恶魔罢了 今天 我就让你知道 六星恶魔和七星恶魔的差距 阿里奎恩黑色长袍 烈烈作响 手中那黑色的长鞭 如同灵蛇一样 轻轻的舞动着 七星任务 是恶魔城堡当中 最难的任务 一星到二星 二星到三星 直到五星到六星 这任务提升都不会夸张 可是那跨入七星的任务 却是非常艰难的 这也令地狱当中 无数年来 七星恶魔依旧稀少无比 李尔蒙斯即使战败过十八位六星恶魔 可是却没把握击败阿里奎恩 可正是因为没把握才越有挑战性 李尔蒙斯大笑起来 恐怖的灰蒙蒙的剑气从李尔蒙斯体内迸发 旋即一道足有百米高的虚幻巨剑凭空出现 而李尔蒙斯本人则是在虚幻巨剑内部的核心处 那腾绕的剑气已经让空间震荡 毁灭法则果然修炼到了极高的境界 阿里奎恩淡然的赞叹一声 可是脸上却没有一丝在意 阿里奎恩身体周围的百米空间 骤然变得漆黑 没有一丝光芒 同时整个空间都开始扭曲 悬绕起来 连照耀的月光都被完全吞噬 阿里奎恩周围百米进阶黑暗 唯有阿里奎恩本人还清晰可见 哼 有什么得意的招数尽管施展出来 否则死了可就没有机会了 哼 好吧 那你阿里奎恩就先接我十三剑吧 瞬间八剑 剑影幻动 顿时惊现出十三道黑色剑影 十三道剑影 如同十三条角龙划过长空 长空惊现道道裂痕 十三道剑影划过不同的弧度 却是最终同时披向了阿里奎恩 十三道剑影 灵力非常如同世人的巨兽一般 想要把阿里奎恩绞成碎片 哼 阿里奎恩面对这十三道灵力之极的剑影 却只是淡然 哼了一声 同时他轻轻挥动手中的黑色长鞭 这原本看似很细的黑色长鞭挥动以后 却如同变换为一条黑色的大蟒蛇一样 而且这条黑色大蟒蛇还携带着许多黑色的丝带模样的雾气 黑色长鞭划为黑色大蟒蛇 旋绕起来 如同圆形的巨大盾牌 黑色大蟒蛇携带着的黑色雾气 却是很坚韧的缠绕向袭击来的十三道灵力刚烈的剑气 砰砰砰砰 许多缠绕剑气的黑色丝带 顿时崩裂化为黑色雾气 然而却再次凝聚形成 黑色丝带太多了 断裂又再次聚集 而且呢 黑色大蟒蛇却坚韧的抵挡住十三道剑气的袭击 片刻的功夫 十三道剑气就溃散了 以柔克刚 十三道剑气即使再灵力也要被消磨掉的 好的朋友们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欲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收听 下一集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有原野播讲的盘龙第三百八十九集 以柔克刚 十三道剑气即使再灵力也要被消磨掉 怎么 李尔蒙斯先生就这点本领吗 好 那李尔蒙斯却是眼睛一亮 这一招 对起码蕴含了黑暗法则中的三种法则玄奥 阿里奎恩 黑暗法则中的六种玄奥 你融合了几种 李尔蒙斯也是高手 一眼就判断出对方防御招数蕴含的法则玄奥 阿里奎恩吃笑着说 哼哼 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刚才只是开始罢了 你的那点攻击 还没资格让我使用绝招呢 默默观战的林雷 却分辨出阿里奎恩那一招的法则玄奥 那李尔蒙斯说 那一招有三种法则玄奥 除了黑暗元素 邪恶两大玄奥以外 还有什么呢 林雷从表面只是发现了两种玄奥 对了 这李尔蒙斯的攻击 可能是蕴含灵魂攻击的 既然能抵消 肯定也是蕴含灵魂玄奥了 简简单单的一招使出来 就蕴含三种法则玄奥 说明这阿里奎恩至少融合了三种 我才融合两种 看来要走的路还很遥远呢 林雷忽然眼睛一亮 这间半空当中 李尔蒙斯竟然激动的咆哮起来 在哈哈大笑当中 李尔蒙斯整个人竟然一动起来 化为无数幻影 围向阿里奎恩 每一道幻影都携带着箭影 比速度 真是可笑 阿里奎恩怎么可能怕这个呢 只见阿里奎恩身形一晃 顿时数百个身影出现在周围 这正是画影分身术 阿里奎恩完全可以随意出现在 数百幻影的任何一处 非常诡异 阿里奎恩的大笑声传出来 你根本就碰不到我 阿里奎恩 我可不是和你比速度 李尔蒙斯的声音响起来 同时几乎引动起的幻影 全部消散了 李尔蒙斯本人飞退了开去 然而无数剑影腾空 李尔蒙斯刚刚在急速移动的时候 已经连续批出数百道剑影 而每一道剑影都有所区别 不管时间地点 李尔蒙斯都施展得刚刚好 当他批出最后一道剑影 顿时半空当中 无数剑影竟然形成一个形状 一朵盛开的莲花 此刻无数剑影冲击的同时 也导致这朵盛开的莲花 正在合拢 合拢的中央 正是阿里奎恩 阿里奎恩顿时脸色一变 这剑之莲花已经把周围的空间完全封闭 他无处可逃 只能硬挡 这李尔蒙斯果然够厉害 阿里奎恩心底暗说 玄机 阿里奎恩一翻右掌 那枯黄焦黑的右掌 顿时变得赤红如血 同时也变得犹如蒲扇般大小 阿里奎恩冷哼了一声 右掌猛然朝上方撑去 大量的剑影压过来 砰 剑影完全溃散 阿里奎恩的赤红手掌 却有血液在流淌 他受伤了 我那手套被破掉了 否则怎么会受伤呢 阿里奎恩心头一阵怒意 这次来夺博伊家族的财富 阿里奎恩吃了大亏 现在又被李尔蒙斯挑战 特别现在还受伤 一次次吃亏让阿里奎恩真的暴怒了 他也不想再见招拆招了 而是主动的攻击 上方剑影溃散 阿里奎恩整个人冲天而起 从一个缺口冲出去 仿佛一只巨鹰 俯冲过来 直接又朝远处的李尔蒙斯杀过去 他神识传音抱贺着 李尔蒙斯 你也来接我一招 阿里奎恩手中的黑色长鞭猛然甩动 这黑色长鞭瞬间变得赤红 竟然化为一条赤红色的巨蛇 缠绕着就朝李尔蒙斯袭击而去 同时那巨蛇还张开蛇口 还有着黑色的獠牙 赤红色巨蛇破空来袭 空间震动 嗡嗡嗡 好 李尔蒙斯却是双目如电 手中的长剑陡然直刺而出 这一剑看似普普通通 可是当长剑刺出的刹那 空间竟然被刺出了黑色的窟窿 长剑宛如扭曲一般 穿过黑色窟窿 长剑过出 空间进阶裂开 星点爆 李尔蒙斯最强一击 沙漠古堡击败那青袍老者的绝招 阿里奎恩见这一招威势 他心中不由一惊 全集阿里奎恩一咬牙 面色猙獰 同时他手中变得赤红的巨蛇的长边 再一次一震 赤红色巨蛇竟然一下子幻化出九个脑袋 每一个舌头都张开血盆大口 李尔蒙斯那势不可挡的一剑直接刺过来 直接刺穿中央一个蛇手的喉咙 这一剑刺中了赤红九头蛇内部的长边 顿时整个赤红色九头蛇震颤起来 旋即砰的爆裂开来 化为一根黑色长边 同时爆裂开的一个个蛇头 却是依旧出向李尔蒙斯 一个个赤红的舌头急速射过来 猙獰的咬向李尔蒙斯 剑影闪动 八声爆炸声几乎同时响起来 李尔蒙斯整个人竟然被炸得飞抛起来 直接砸落到下面的火山裙表面 此刻李尔蒙斯竟然又站了起来 他的脸色苍白 嘴角还有着血丝 厉害 厉害啊 融合四种发色喧傲 李尔蒙斯身上有着血迹 他仔细看了一眼阿里奎恩 你竟然接住我这一招 我输了 阿里奎恩虽然脸色比过去更加苍白 可是依旧没有重伤到李尔蒙斯那个程度 观战的林雷三人 还有那金色的小猫都有些惊讶 李尔蒙斯输了 他还没死啊 就认输了 贝贝嘀咕着 林雷则是仔细的注意着对战的两个人 阿里奎恩却是吃惊的看着李尔蒙斯 你 你竟然把毁灭神力和火系神力融合在一起 你是灵魂变异的 刚才那一招 阿里奎恩勉强感应到星点爆这一招真正蕴含的能量 那不是毁灭神力 而是融合为一体的毁灭神力和火元素神力 对 可惜即便是如此 我还不是你的对手 李尔蒙斯摇着头说 灵魂变异 难得一见哪 一般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把不同的神力融合在一起使用 我只是听说过神力融合在一起 威力会激增 今天我看到了 果然是这样 阿里奎恩看了李尔蒙斯一眼 说实话 你的实力 应该算是达到七星恶魔的级别了 不过 你比我还差一些 那么 你就受死吧 说着阿里奎恩陡然身形变幻 幻化为数百个幻影冲向重伤的李尔蒙斯 黑暗法则 画影分身术 林雷此刻却是处于震惊当中 神力融合 对 当初奥利维亚 也能同时把黑暗神力和光明神力融合在一起使用 只是奥利维亚神力融合的程度 不及这个李尔蒙斯 李尔蒙斯的攻击 从表面根本就无法判断 即使受到攻击 那阿里奎恩也是勉强才感应到的 神力融合程度之深 可见一斑 两种神力融合在一起 威力竟然提升那么多 这神力到底是怎么融合的呢 听阿里奎恩所说 要融合神力 必须要灵魂变异 否则根本就做不到 林雷的思绪陡然停止 他朝半空看过去 那李尔蒙斯不会就这么死了吧 唱听网 分享别人的心情 精彩自己的人生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面对阿里奎恩的杀招 李尔蒙斯自然选择逃命 你还想逃 数百幻影 辐射各处 阿里奎恩的大笑声 似乎从每一个幻影 口中响起 突兀的一道 犹如巨蟒的边影 抽向李尔蒙斯 李尔蒙斯则是猙獰的 猛然刺出一剑 是同样的一招 星点爆 痴红边影 和撕裂长空的一剑 撞击在一起 砰 阿里奎恩右手一振 身体步由后退开来 而李尔蒙斯本人 则是飞抛开去 再一次努力的停在半空 他脸色煞白低喝着 阿里奎恩 你 你不要太过分了 李尔蒙斯发现了 论速度 他不及阿里奎恩 想逃 根本就逃不掉 阿里奎恩脸色阴沉 他痴笑着说 没想到 你还有足够的灵魂之力 施展这一招 不过你这一招最多伤我罢了 在法则玄傲方面 你比我差多了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施展几招 很显然 阿里奎恩不想饶他 阿里奎恩如今肚子里可满是怒火呀 他正想发泄呢 怎么会放过 李尔蒙斯呢 特别是阿里奎恩也看出来 这李尔蒙斯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杀死这种天才人物 阿里奎恩是最乐意的 要我死 李尔蒙斯深吸了一口气 旋即他手持长剑 凌空而立 他冷漠的说 要杀我 我也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付出代价 阿里奎恩痴笑一声 这种话他过去不知道听说过多少次了 许多被他杀死的人临死前都会说让他付出代价 可惜 最后依旧被他杀死 而他阿里奎恩却活得好好的 李尔蒙斯看起来平静至极 全身的气息完全收敛 冷漠的看着阿里奎恩 忽然 李尔蒙斯的眼睛亮了起来 旋即他竟然又闭上眼睛 啊 阿里奎恩不由错愕 不单单他错愕了 连下方观战的林雷他们都感到吃惊 战斗的最后时刻 他李尔蒙斯竟然闭上了眼睛 临死还吓唬人 阿里奎恩心中冷笑 再一次挥出了手中的黑色长鞭 虽然心底不屑 可是阿里奎恩这一次还是施展出了他最强的一击 只见那黑色长鞭 瞬间变得赤红同时化为了一条赤红色的九头蛇 每一个舌头都有着黑色毒牙 赤红色的九头蛇滑过长空 朝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李尔蒙斯咬去 斗然 走 李尔蒙斯前方的空间竟然碎裂开来 露出了数米大的一个恐怖的黑色窟窿 同时一道暗红色的剑光从黑色窟窿当中穿出来 同时穿透赤红色九头蛇的身体 圈及那赤红色九头蛇也瞬间爆裂开来 瞬间暗红色剑影就抵达了阿里奎恩的面前 面色大变的阿里奎恩根本来不及闪躲 他只来得及用他那赤红的蒲扇大小的右手顺势拍击过去 暗红色剑光瞬间没入他的掌心 融入他的身体 阿里奎恩全身震颤 全身竟然冒出红光 阿里奎恩整个身体都爆裂开来 两颗上尉神神格 一枚空间戒指从半空坠落下去 观战的林雷三人 还有那金色的小猫咪都愣住了 刚才很明显啊 那阿里奎恩还处于上风 黎尔蒙斯甚至于要逃跑 可是谁想到最后黎尔蒙斯竟然突兀的反败为胜啊 怎么 黎尔蒙斯赢了 刚才那暗红色剑光 不单单散发着毁灭神力气息 还有着火系神力气息 很明显啊 林雷疑惑不解 之前的时候 黎尔蒙斯攻击的剑招 林雷他们只是感应到毁灭气息 并没感应到火系神力气息 火系神力气息很不明显 可是为什么突然又变成这样呢 我终于创出这一招了 我终于把毁灭之道火元素法则两种玄奥融合了 太好了 神力融合 法则玄奥融合 威力才是最大的 我终于创出来了 黎尔蒙斯非常的激动 听到半空当中 黎尔蒙斯激动的声音 林雷也听明白了 他说 他把不同元素法则的两种玄奥融合了 林雷吓了一大跳 修炼到如今 林雷只知道 大地法则内的六种玄奥可以彼此融合 可从来没听过 不同元素法则的玄奥 可以彼此融合的 可是听黎尔蒙斯的意思 似乎不同元素法则 比如大地法则和风元素法则中的两种玄奥 也可以彼此融合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林雷非常不解 不单单是林雷吃惊 听到这话的贝贝 迪利亚 还有那金色的小猫 都是大吃一惊 李尔蒙斯低头看了林雷他们一眼 便明白他们在疑惑什么 他笑着说 你们别想了 不同元素法则中的玄奥融合 只适合我们这种灵魂变异的人 你们的神力无法融合 根本施展不出这样的攻击的 林雷有些明白了 神力和法则玄奥也是对应的 比如大地法则玄奥 用大地神力来施展 威力是最大的 如果用风系神力来施展 虽然也能施展 可是威力却小很多 而神力融合 比如 李尔蒙斯 毁灭神力 火系神力融合 如果能让毁灭规则中的玄奥 和火元素法则中的玄奥融合 彼此对应起来 一旦施展 那威力将是极为可怕的 玄奥再融合 如此一对应 怪不得李尔蒙斯 竟然杀了阿里奎恩 李尔蒙斯脸色苍白 可眼眸当中 却有一些喜色 其实经过刚才连续的拼杀 他的灵魂之力 几乎干涸了 不过如今实力大尽 完全踏入七星恶魔的地步 这也令李尔蒙斯非常惊喜 这一次回去 马上去接七星任务 到时候再挑战修罗 这阿里奎恩刚才 还想杀我的 可现在 李尔蒙斯摇头一叹 世事难料 其实如果不是刚才阿里奎恩 逼迫那生死的刹那 让他把无法明白的一点顿悟 他又如何突破呢 这阿里奎恩的空间戒指里 估计有不少的财富 李尔蒙斯直接朝下方飞去 他虽然不贪财 可是自己杀死的人 这应得的财富 李尔蒙斯也是不会拒绝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 非常诡异的是 整个火山群突然消失 而原本落在火山群石头上的 阿里奎恩的空间戒指 也突兀的消失了 好的朋友们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史如何 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 有原也不讲的盘龙 第三百九十集 正当李尔蒙斯去拿 阿里奎恩的空间戒指的时候 忽然很诡异的 整个火山群突然消失 而原本落在火山群石头上的 阿里奎恩的空间戒指 也突兀的消失了 阿里奎恩的物品 你也想要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来 火山群消失了 可是却多出了一个人 你是谁 李尔蒙斯转头一看来人 不由一惊 来人的身高竟然足有三米 身上穿着火红色铠甲 那赤红色长发随意飘洒着 棱角分明 显然是一个壮汉 那火红长发壮汉盯着李尔蒙斯 朗声说 说来 我还要感谢你呢 什么 感谢我 李尔蒙斯也感觉到眼前人的实力很强 那火红色长发的壮汉笑了 对 感谢你 杀死了我的主人 这时候 悬浮在半空的林雷三个人大吃一惊 杀死他的主人 难道他是 林雷转头一看 果然那只金色小猫已经不见了 他是普斯罗 就是那个金色小猫 老大 他 他是普斯罗 他是普斯罗 那只小猫 怎么可能呢 迪利亚也难以置信 谁会把一个可爱的小猫和一个壮汉联系起来呢 林雷心中也感到吃惊 那么可爱的小猫咪竟然会变成一个如此壮硕的大汉 声音更是如此的洪亮 为了感谢你杀死我的主人 你也去死吧 哈哈哈哈 普斯罗大笑着说 里尔蒙斯脸色一变 只见里尔蒙斯立即一翻手 手中出现了一枚灵魂金珠 旋即他一口吞下去 这灵魂金珠散发出大量灵魂精华 会滋润灵魂 强大灵魂 同样也会恢复灵魂之力 普斯罗也不急着动手 可以了吗 他淡然的一笑 里尔蒙斯感到非常吃惊 这普斯罗竟然任凭自己恢复 他如今的实力 可绝对赶得上七星恶魔呀 可以了 里尔蒙斯答应着 那你可以去死了 普斯罗手中很突然的出现了一柄斧头 斧头上燃烧着火山 只见普斯罗猛然一挥斧头 只听到轰隆隆连续不断的 有层次的爆炸声 斧头过处 空间一层层爆裂 地狱未免的空间在他面前宛如纸张 无可匹敌 里尔蒙斯吓得脸色一变 立即把自己最强的一剑施展出去 暗红色的剑光 同样让空间爆裂开来 闪电般穿透碎裂的空间 犹如一道流星一般 直冲向重重袭来的巨斧 砰 斧头微微一顿 威力大减 同时大量斧头幻影飞出来 如同冲击波一样 辐射向里尔蒙斯 里尔蒙斯施展出最强一剑以后 整个人犹如一道暗红色幻影 急速的朝远处逃逸 即使被两道斧头幻影波及到 这里尔蒙斯依旧是拼命逃窜 眨眼之间 里尔蒙斯便消失不见了 普斯罗持着那柄巨斧 无奈地撇了撇嘴 哎 跑得可真快啊 这神力融合 连速度都快了好几倍 刚好 我速度慢点 不像阿里奎恩那个家伙 擅长速度 否则 我一定要杀死他 观战的林雷三人惊呆了 迪利亚 贝贝 这普斯罗有问题 我们快走 林雷惊醒过来 连忙带着迪利亚贝贝飞逃 嗯 你们想逃 普斯罗猛然朝林雷 他们三个追过去 论速度 普斯罗不及利尔蒙斯 可是林雷他们三个才是中卫神 如何能逃得了啊 普斯罗出现在林雷他们三人面前 林雷他们三个看到 前方的普斯罗只能停下了 林雷心底忐忑 这普斯罗太诡异了 实力这么强悍 可是之前一直没有出手 也没帮助他主人 他主人能放我们走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放啊 林雷心底非常警惕 你们逃什么呀 普斯罗似乎有点愤愤不平 林雷三人只能站在半空 背背嘀咕着 谁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竟然这么强 强 强有个屁用 强得过主仆契约吗 林雷他们三个一愣 主仆契约 强大和主仆契约有什么关系啊 只听普斯罗咆哮着说 老子我当年还是圣玉的时候 就被阿里奎恩强力收服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一年了 他从一个下位神成长到七星恶魔 可老子我比他厉害 火元素法则六种学傲 我已经融合五种 我可是火山巨人 火元素方面天赋又高 要杀他简直轻而易举 党修罗也不是问题 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啊 他是我的主人 我不能反抗 这主仆契约约束力太可怕了 可是贝贝又想开口 闭嘴 你听我说 普斯罗愤怒的咆哮 林雷他们三个吓得一跳 这个普斯罗可是个疯子 他们只能听着 那个阿里奎恩 他喜欢猫 操他奶奶的 老子是火山巨人啊 最勇猛的火山巨人 他竟然让我变成猫 而且还要变成可爱的金色小猫 每天还要在他怀里 给他抚摸着 啊 度日如年啊 每天 他那肮脏的手 还抚摸我 温暖的抚摸 哈哈 我快疯了 可是他是我的主人 我只能忍 妈的 我只能忍啊 那咆哮声 在天地间回荡着 林雷他们三个 虽然心中惊惧 可是他也感觉到了 这普斯罗很可怜 的确是可怜啊 强壮勇猛的火山巨人变成小猫给人家抚摸 而且还是亿万年之久 你们知道我那时候的感受吗 普斯罗睁大眼睛看着林雷他们三个 林雷他们只能保持沉默 可是我一直能忍着 我一直在隐藏实力 表现出来的实力 只有我真实实力的十分之一罢了 我一直在想 有人能杀死他 可是他真是胆小 而且又是七星恶魔 能杀他的人太少了 我一直找不到机会 这一次机会来了 原本我想让他杀死你贝贝他 到时候我再传出消息去 让贝鲁特来报复杀死他 那个时候我就解脱了 贝鲁特 你认识我爷爷贝鲁特 贝贝非常吃惊 在贝贝看来 他贝鲁特爷爷只是在玉兰大陆一面罢了 我不认识 但是我听说过 妈的 我让你闭嘴了 你开什么口啊 普斯罗又咆哮起来 你这个疯子 我贝贝不跟疯子计较 贝贝心底低咕 普斯罗继续说 可是阿里奎恩这个胆小鬼 竟然不敢对你下手 他竟然放你走 我只能故意引导那个里尔蒙斯来对付他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本来没认为里尔蒙斯能杀死他的 没想到他竟然杀了他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我真的没想到啊 没想到里尔蒙斯能杀死他 哈哈哈哈 普斯罗一把抓住贝贝 抓得很用力 幸亏是贝贝 如果是迪利亚 恐怕身体都要散架子了 啊 我 我明白 贝贝连忙点头 他有点畏惧 这个看似疯癫的普斯罗了 普斯罗忽然扬起头 他狂声咆哮了起来 没有什么法则悬傲 纯粹的吼声 这吼声仿佛响雷一般在天地间回荡 吼声包含着亿万年的悲愤压抑愤怒 亿万年的压力 这种痛苦 简直快把他折磨死了 可是他普斯罗还是要每天装的那么可爱 还要喵喵的叫 我讨厌猫 我再也不当猫了 再也不当了 普斯罗的嘶喊声 许久才停下来 他的表情慢慢的恢复正常 他深吸一口气 长嘘一口气 回头看向林雷 迪利亚 贝贝 林雷 迪利亚 贝贝三人 还处于经济当中 谁也不知道 眼前这个疯子会做出什么 我好多了 普斯罗 对林雷 他们展颜一笑 林雷 他们不由愣了 不过 林雷 也能够明白 这种亿万年的压抑 是何等可怕 这契约的力量 的确是无法反抗的 林雷的心中 默默的说 即便像普斯罗 这么强 虽然实力超过阿里奎恩 可是也只能变成小猫 林雷想象普斯罗的日子 也为普斯罗感到痛苦 想想就感到痛苦 他完全可以明白 普斯罗这亿万年的压抑 悲愤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我心中的压抑 悲愤 这种滋味 你们能想象吗 现在我终于解脱了 我也全部说出来了 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 我终于自由了 我终于自由了 菩斯罗笑容灿烂 他看向林雷他们 谢谢你们三个 听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话很少的 这次杀了那么多中卫神 上卫神 我估计那些普通上卫神 钱都很少 就给你们吧 就当你们听我唠叨的奖励 普斯罗一挥手 顿时过百空间戒指飞了过来 林雷 迪利亚 贝贝不由一愣 可是林雷还是一番手 把这些空间戒指卷住 普斯罗先生 这 你是这亿万年来 第一个叫我普斯罗先生的 单单因为这个 这些玩意儿 你就受之无愧 你呢 也别想太多 那些空间戒指当中 没有多少空间财富的 最珍贵的两个 分别是阿里奎恩和尹尼克的 在我自己这儿呢 哈哈 好了 你们自己保护自己吧 我普斯罗现在自由了 可不想留在一个地方 我要 闯遍地狱 声音还在回响着 普斯罗已经消失在远方了 林雷 迪利亚 贝贝三个人相互对视一眼 普斯罗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 人却已经消失了 老大 这普斯罗还真是够怪的 贝贝眨不两下眼睛 依旧感到脑袋发懵 林雷低头看着悬浮在手掌上方的过百空间戒指 这其中的空间戒指 有不少都是中卫神的 但是也有很多是上卫神的 这么多的空间戒指 其中还有上卫神恶魔的空间戒指 这可真是才从天降了 林雷心中喜悦 林雷 那普斯罗竟然给咱们这么多空间戒指 迪利亚也惊叹的说 所以说嘛 这家伙脑袋坏了 不过坏的好啊 贝贝嘻笑着说 林雷摇了摇头说 贝贝 也不能这么说 这普斯罗的经历和我们可不同啊 一万年的压抑 隐忍 能够承受得了 绝非一般人哪 一招得以解脱 也就好好的发泄一场罢了 迪利亚也是微微点头 无论是对里尔蒙斯动手 还是和林雷他们说上一堆 这都是发泄 哦 发泄完随意扔给玩意儿给我们 这普斯罗也小气 怎么不把阿里奎恩的空间戒指也给我们呢 那个老家伙的财富绝对是惊人的 林雷和迪利亚无语了 嘿嘿 老大 我开玩笑呢 哎 老大 这么多空间戒指 你说里面有多少宝贝啊 哎 我们先看看吧 贝贝显得很期待 嗯 我最喜欢检查空间戒指里面的财富了 着什么急啊 林雷一番手 把这些空间戒指先收了起来 我们现在先确定一下 下面该干什么 这空间戒指 等一会再看还不迟 林雷环顾四周 那火山群突兀的消失 也令周围恢复了原先平原的模样 夜空当中 紫月散发着暗淡迷蒙的月光 这笼罩着紫月月光的大地 一股古老苍茫的气息扑面而来 迪利亚微微皱眉 林雷 在这地狱当中 危机处处 我们三个要靠自己的能力 抵达弘阳府 蓝丰城 这很难啊 林雷也是赞同这个观点的 自己三个都是中卫神 虽说恶魔的心急 无法从表面看出来 可是实力 别人还是大概能判断的 知道他们是中卫神 还是上卫神 上卫神恶魔 强盗们大多不敢惹 可中卫神恶魔们 强盗可不怕 要接任务也要到城里 地狱当中每个城池之间彼此相聚都很远呢 我们现在可没办法接任务啊 贝贝无奈的说 林雷环顾周围 回忆自己阅读的那本关于地狱的地理讯息 片刻以后他判定说 我们是有些麻烦 距离我们最近的城池 也要有近八千万里的路程 八千万里 这一路上谁知道有多少危险呢 什么老大 八千万里 贝贝和迪利亚也感到头疼了 林雷看向迪利亚 脑海当中不由回忆起自己和迪利亚陷入那种 金色岩浆中的情景 那一刻他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 就是为了迪利亚 也不能再这么冒险了 林雷的心中默默的说着 迪利亚和贝贝看向林雷 这种时刻也是让林雷拿主意的 林雷遥看远处开口说 这样吧 前面好像有一座大型山脉 我们呢 就到那儿暂时先居住下来 安静的修炼 等迪利亚炼化了那颗上尉神神格 我们再出发 居 居住在那儿 啊 怎么了 没什么 老大 你说的有道理 等迪利亚达到上尉神境界 至少从表面上看 大家都知道他是上尉神恶魔 也能唬人了 我们再出发 那样的话会安全很多呢 这的确也是林雷的想法 虽然迪利亚是异性恶魔 可是从表面上 谁能看得出来呢 人家只能确定是上尉神恶魔 强盗劫匪 最不愿对付上尉神恶魔 谁知道是几星的 说不定还是七星恶魔呢 好的朋友们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收听 下一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 有远野播讲的盘龙 第三百九十一集 强盗劫匪 最不愿意对付上尉神恶魔 谁知道他们是几星的 说不定还是七星恶魔呢 嗯 林雷发觉 迪利亚竟然拉着自己的手 不由转头看向他 迪利亚对林雷使了个眼色 林雷这才注意到贝贝的状况有些不对 瞬间林雷就明白了 哎 贝贝啊 恐怕是在想着你死呢 贝贝 林雷开口说着 嗯 老大 贝贝 要不然 我们现在就快速赶路 或者呢 先抵达一个城池街任务 或者 我们三个单独买一个金属生命 懂之啊 我们想办法 尽快赶到弘阳府拦风城吧 贝贝的心中明白 那撒罗蒙和尼斯 想要回 壁府大陆 首先 便是去弘阳府拦风城 林雷这么做 也是让贝贝 有机会追到尼斯 不过 这匆忙赶路 路途当中 肯定要遇到强盗劫匪 谁知道 会有多危险呢 虽然说林雷和贝贝实力都强 遇到一般强盗劫匪的团伙 还能扛得住 可是 如果遇到 数千中卫神的强盗团伙呢 那怎么办呢 太危险了 老大 谢谢 嗯 不过 不用了 林雷和低利亚相视一眼 贝贝继续说 这 这匆忙赶路 本来就很危险 还是按照老大一开始说的 先暂时住下来吧 这 至于妮妮 说实话 我现在还很厌恶那撒罗蒙 虽然我厌恶她 但是我相信 妮妮跟着她 至少安全不成问题 至于我和妮妮什么时候 再能见面 那就看命运吧 贝贝虽然想和妮妮在一起 可是匆忙赶路 对林雷 低利亚都会有危险 贝贝自然不会这么做 林雷他们只是朝着东北方向前进了大概数百里 就发现了一座浮原辽阔的山脉 这古老的山脉 高达千米 需要数十人环抱的大树 随处可见 杂草丛生 各种古怪的植物 也是遍布各处 处处显露着其古老的历史 即使林雷他们经过了数百里的平原 都发现了一个个小型部落 这种小型部落 都是地狱当中最弱的圣域组成的 一般神级强者组成的部落 都能控制周围数千里区 林雷 迪利亚 贝贝三人 便选了不起眼的山腰 在半山腰 林雷直接靠子血软件 硬是掏空了一大块 形成了一个深洞府邸 作为三个人在这里暂时的住所 这洞穴府邸刚刚建成 林雷 迪利亚 贝贝三人 便围坐着分别检查那些空间戒指 好少啊 这里面才数十万财富 肯定是个中卫神恶魔的 贝贝似乎把妮妮的事情 甩在脑后了 正检查的兴奋 哎 这个厉害 竟然有好几亿墨石呢 肯定是上卫神恶魔的 哎 我连续检查的七个空间戒指 都没超过千万 迪利亚也开口说 别急啊 你们估计检查的都是中卫神恶魔的 哎 这个厉害 竟然有两百亿墨石 林雷被手中这枚空间戒指吓了一大跳 这是他检查出来最多的一个 什么 两百亿墨石 贝贝和迪利亚都看了过来 他们之前的财产加起来也就一亿多墨石罢了 两百亿墨石 这个数字绝对是惊人的 其实啊 普斯罗也就是把阿里奎恩伊尼克的空间戒指带走 剩下的白角老者 当初黑角老头的财富都过了三百亿 这白角老头也差不到哪去 还有像爱德华兹三兄弟 他们可都是五星恶魔 任何一个财富都很高 其实啊 过百亿墨石 对五星恶魔也算很正常 毕竟很普通的上位神都有过亿的墨石了 而一些七星恶魔 资产恐怕都要过万亿的 那伊尼克身为家族的二少爷 资产也是恐怖的 这两个最多的却是被普斯罗自己带走了 不急 我们现在检查的还没到三十个呢 还有很多 慢慢来 您来一笑着说 不得不承认哪 这种检查一枚枚空间戒指中的财富 的确是让人充满期待 乐此不疲的 哎 老大 老天哪 这个 这个有三百多亿呢 贝贝惊呼着 我怎么回事啊 到现在最多的一个 才七十多亿墨石呢 迪利亚笑着说 我这又有一个近三百亿的 林雷笑着把一枚空间戒指放到一旁 片刻以后 过百枚空间戒指全部检查完毕 其中财富最多的一枚空间戒指当中竟然有六百多个亿 而最少的一个只有可怜的十几万 差距还真是非常大 加起来 算上这些 老大 我 我们的财富 竟然过了两千亿了 贝贝的眼睛发亮了 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这过百亿的竟然有六笔 我估计啊 是爱德华兹三兄弟 白脚老头 以及斯伯里他们这些上位神恶魔中的两个 林雷说着 其实啊 虽然说空间戒指有过百个 不过 真正财富多的是其中的六个 都过百亿 单单这六笔加起来就差不多有两千亿了 其他的空间戒指也足有百个 可是财富加起来也勉强过百亿 都不足两百亿 哎 重质不重量 这些都是五星恶魔 四星恶魔呀 竟然就有这么多钱了 如果是六星恶魔呢 特别是那个阿里奎恩七星恶魔呢 不知道有多少财富啊 这财富啊 是成金字塔急速递增的 越是强者 这财富越是夸张 我估计啊 我们这些加起来 都只能算是阿里奎恩财富的一个灵筹啊 林雷笑着说 想想就明白 这阿里奎恩 谁知道杀死过多少强者 积累了多少财富啊 拥有过两千亿的资产 虽然和绝世强者和大家族们比 不值一提 可是和普通上位神相比 也算是富豪了 林雷他们三个人 便安心的在这洞穴釜底当中修炼起来 林雷他们所在的山脉范围很大 而在地狱当中 一般在数千里范围内 都会有一个部落或者强盗团伙 这里便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林雷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山脉 当然也不例外 也同样有着一个强盗团伙 哎 他娘的 整整一年没开张了 这地狱里强盗劫匪也太多了 哎 这敢单独出来闯的 也越来越少了 就是出来 也是跟着上位神一起出发 看来啊 今天又是白跑一趟了 算了 回去 一个绿色长发的男子飞在半空 遥望远处 嘴里滴骂着 这绿发男子飞翔在山脉的上空 直接朝老巢飞去 哎 有人 绿发男子突兀的 整个人如同一阵风 消散了 全集又凝聚在下方的一棵大树上 悄然朝远处半山腰的一处 看过去 唱听网 分享别人的心情 精彩自己的人生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我刚才看到有人飞进去的 难道这个洞穴有人居住 这山脉啥时候来新人了 管他是谁呢 我先回去和首领汇报一下 希望是有一些钱的 这绿发男子也不详细探查 立即就飞回自己的老巢去了 昏暗的洞穴府底 空旷的大厅当中 三个林雷潘西坐着 分别是穿着土黄色长袍 淡青色长袍 天蓝色长袍 最诡异的是穿着土黄色长袍的林雷 竟然宛如顺衣一样 时而出现在大厅这一处 时而出现在大厅那一处 洞穴府底 是林雷一剑剑掏空形成的 地面墙壁上还有着剑痕 林雷迪利亚静心修炼的时候 贝贝却是无聊至极 修炼好复杂呀 贝贝坐在大厅的地面上 依靠着石壁 掏上鞋带着草帽 为什么我就沉不下心修炼呢 如果我能像老大一样多好 修炼都修炼得笑起来 贝贝看着三个林雷嘀咕着 他不喜欢修炼 当初在黑暗之森的时候 修炼最轻松的黑暗元素 都是靠贝鲁特帮忙 而且花了近二十年才成功的 把草帽放在眼前 看着草帽 贝贝自然想到妮妮 她的眼中略过一丝悲伤 也不知道妮妮她现在怎么样了 片刻以后 贝贝一番手 把草帽戴在头上 算了 不乱想了 妈的 越想越难受 还是认真修炼 我就不相信了 修炼法则 我就不行 我可是世神鼠 贝鲁特爷爷都帮我那么多了 如果是老大的话 恐怕很轻松的 就能连续领悟那三个法则玄奥了吧 我也认真点 不能丢脸 最起码 把这三个法则玄奥先领悟了 贝贝闭上眼睛 开始静修起来 许久之后 但青色长袍的林雷站起来 心中暗说 哦 原来声波玄奥 能做到这个地步 不但形成奇特的震动 从内部引起物质震动 还同时能从外表攻击 内外结合 的确是极为可怕的物质攻击 只是 声波玄奥 又如何做到攻击灵魂呢 林雷正思考着 突然见到贝贝也认真修炼 不由笑了 难得贝贝也认真修炼呢 可就在这时候 老大 你修炼结束了 贝贝顿时睁开了眼睛 你呀 我刚夸你认真修炼的 老大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修炼这黑暗法则 对周围的动静是很敏感的 你身体一站起来 我就醒了 哎 对了老大 你大地神分身不断的变换 怎么回事啊 你难道忘了当年的黑德森 能够变换身体位置的那一招了 是蛮像的 老大 你修炼成了 贝贝惊喜的说 早上呢 刚入门 这一招啊 林雷也是修炼了许久 属于大地法则六大悬崗中的地形术 其实 地形术入门并不难 这地形术悬崗和土质元素悬崗实际上是有一定联系的 要把土质元素悬崗大成 必须和元素达到极为切合的地步 而修炼地形术 格式要把整个人融入到元素当中 然后通过元素的传递瞬间转移到远处 从外面看就好像瞬移 当然实质上算不得瞬移 把土质元素修炼大成 那么修炼地形术就比较容易成功了 贝贝 我记得你在火山群的时候 好像施展了一招 连阿里奎恩的上位神器都毁掉了 那是怎么回事啊 对于这一点 林雷一直没有来得及仔细询问 这个呀 这个是贝鲁特爷爷给我的救命玩意儿 说能够对付一般的上位神了 不过贝鲁特爷爷当初告诉我 那黑色圆珠里的能量 只能让我施展三次 我已经施展过一次了 只剩下两次了 林雷威威点头 那一招的威力的确是很强的 连阿里奎恩硬扛这一招都让自己的上位神器毁掉了 估计如果是一般五星六星恶魔都要殒命的 哎 老大 我感到外面有动静啊 林雷脸色一变 顿时两大神分身以及本尊瞬间融合为一 这一次 林雷直接使用本尊 体表也弥漫了一层脉洞防御 就在这时候 一股神石便从外面弥散进来 瞬间覆盖了整个洞穴 三个终于什么了 哎 你们三个都给我滚出来 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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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大量的怒吓声响起来 林雷的眉头一皱 听声音 外面似乎有不少人 不过如今林雷的实力比初来地狱的时候强了很多 特别本尊龙化蜕变以后 配合残破的灵魂防御主神器 对付普通的上位神 林雷都有把握 再加上底牌的两滴主神之力 自然不怕 走 出去看看 贝贝也是一高人胆大 跟着林雷一同朝洞外走去 林雷一走出去 便见到洞外竟然悬浮着 一大群人 这群人形成一个包围圈 已然把洞口给包围住了 林雷直接神识浮散开去 瞬间覆盖这一群人 82个人 三个下位神 其他的都是中位神 都是中位神 如今的林雷可不会惧怕 老大 他们竟然弄到我们头上了 贝贝嘴角有着一丝笑意 他最近心情一直不好 大罗梦的真面目 还有妮死的离去 这都让贝贝心情不好 只是在林雷迪利亚面前 贝贝都是装着嬉笑 装着玩世不恭 实际上 他的心底呀 是非常难受的 憋屈了这么久 此刻贝贝就想 好好地发泄一番 这强盗团伙的首领 为首的 是一位银色短发 独角的男子 他哈哈大笑着说 哈哈哈哈 怎么 就你们两个出来 里边那个女人呢 让他也出来啊 难道你们认为 你们还能跑得掉吗 哈哈 女人呢 大哥 这女人就给我吧 哈哈 旁边同样的银色短发 独角壮汉说着 没问题 顿时那群强盗们 都发出了一些大笑声 林雷的眉头一皱 贝贝却是摸了摸鼻子 目光冷了下来 我 给你们一个机会 看你们也是中卫神 啊 这样 你们把你们的空间戒指 都献上来 我呢 就让你们加入我们 放心吧 我们劫持了你们的财富 啊 到时候呢 也会分你们一份的 银雷暗自摇头 这些强盗们还真是够有意思的 劫自己的财富 还让自己加入 不过这种事情 在地狱当中 是非常常见的 好的朋友们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收听 下一集 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 由渊野播讲的盘龙 第三百九十二集 林雷听了强盗劫匪的话 暗自摇头 这些强盗们 还真是够有意思的 结自己的财富 还让自己加入 不过这种事 在地狱当中 是常见的 那首领 开口说 怎么样啊 考虑好了没有啊 骂他 说这么多废话 干什么 贝贝怒喝着 这群强盗们 都是一愣 旋即 那强盗首领 脸色冷了下来 兄弟们 既然他们不要命 解决他们 这首领一挥手 让手下们上去 很显然 三个中卫神 他们并没有 看在眼里 呼 呼 或是化为 众多幻影 或是化为 闪电 或是化为 火光 数十个人 一窝 疯的就冲了上来 贝贝此刻 确实把那草帽 收入空间 戒指 同时 手持着那柄 黑色匕首 瞥了一眼 一窝 疯冲上来的 强盗们 猙獰一笑 便疯狂的施展 化影分身术 数十个幻影 便冲了上去 哈哈哈哈 死吧 一个中卫神恶魔 恰巧刺中了 贝贝的真身 可是 他手中的神剑 刺在贝贝身上 却发出枪的一声 丝毫没有伤到贝贝 而贝贝 却是反手一匕首 直接就插入 这中卫神恶魔的头颅 贝贝的双眼 阴陷血光 下一个 贝贝的匕首 又朝另外一个人 刺去 而贝贝本人 根本不躲避 别人的攻击 这一大群人冲上来 除了部分冲向贝贝 其他许多人 也冲向洞口的林雷 林雷手持着 子鞋软件 站在原地 见到一群强盗冲过来 林雷手中 突兀的亮起一道 迷蒙的紫色幻影 快到极致 可是如果仔细看 却有一种 慢吞吞的感觉 两个头颅 被切割的同时 也被空间震荡 震成了烂泥 两枚中卫神神格 从半空坠落 那紫色幻影消失 太弱了 林雷心底 默默的说 自己最强的物质攻击 迷影 那是能威胁上位神的攻击 对不起中卫神 自然是轻而易举 一瞬间 强盗这一方 竟然连死了八个人 不管是冲杀的强盗们 还是后面观战的强盗首领 都是大吃一惊 没想到竟然是硬点子 那个首领立即打喝着 兄弟们 群体攻击 顿时强盗们飞退 玄机聚合在一起 林雷和贝贝分别站在洞口 竟然杀我八个兄弟 兄弟们 一起上 那首领目露凶光 无论是对付强者 还是对付弱者 这些强盗团伙 都有着不同的对应方法 只见强盗们一窝风的冲上来 可实际上和上一次不同 这群强盗们 彼此位置排布 有着特殊的规律 几乎同时 强盗们挥舞起手中的武器 见识过黑龙部落和其他部落的混战 林雷和贝贝很清楚 这种群体攻击的可怕 贝贝一起杀 林雷几乎瞬间就变化为龙化的形态 强横之极的肉体 赋予了林雷惊人的速度力量 体内的力量迸发 同时也施展速度傲益 林雷宛如一刀 清金色的幻影便冲向了聚集在一起的强盗们 强盗们对林雷的变身丝毫也不感到惊讶 地狱当中各种种族的生命实在是太多了 几乎是瞬间 超过二十道灵魂攻击冲过来 其余都是物质攻击 这还活着的七十四名强盗们 都发出了自己的攻击 可是林雷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而且体积太小 他只是被两道灵魂攻击击中 两道灵魂攻击 而且只是中卫神的攻击 对林雷一点影响都没有 至于攻击到身体上的五道物质攻击 更是连一片龙鳞都没损坏 不但林雷如此 贝贝也是如此 啊不好 见到这一幕那首领脸色一变 林雷却是沉着脸 优异的子鞋软剑 第一剑便劈在那名银色短发的独角壮汉身上 那独角壮汉根本来不及躲闪 直接被子鞋软剑掠过头部 他的整个脑袋瞬间就震成烂泥了 林雷的右腿犹如蕴含一万斤的陨石 狠狠冲击向一位绿发男子的腹部 砰的一声 狂暴的能量 直接让这绿发男子全身爆裂开来 只剩下那枚中卫神的神格飘然落下 这一腿蕴含着大地脉动 以及林雷龙化以后身体强横的力量 这时候一个人持着战刀划过长空 直接劈向林雷的脑袋 青金色光芒闪过 赫然是林雷的龙尾 这灵力的龙尾枪的一声 把那战刀直接击飞 同时把那中卫神的脑袋给砸成了烂泥 龙化状态下的林雷简直就是一个人形的兵器 比之死神傀儡更加可怕 毕竟林雷不但防御强还懂得法则悬傲 然而林雷的杀戮速度也只是和尽情发泄的贝贝相当罢了 赤红的鲜血溅在那辉煌的山壁上 碎肉从半空坠落 一个个都去死吧 贝贝面色争吟 数十个幻影出现在各处 靠着幻影分身术 贝贝时而出现在这儿 时而出现在那儿 进行着疯狂的杀戮 贝贝眼眸当中蕴含着疯狂 那个混蛋撒罗蒙 他是混蛋 如果不是撒罗蒙故意乱来 你你怎么会和我不在一起呢 心里想着 贝贝手中的匕首 却是直接把对方的一柄神器切割成两段 同时把对方的头颅直接劈开 爆裂开来 你你你你 贝贝脑海中想着你 想着撒罗蒙 手中杀戮的速度确实在加速 杀戮 贝贝疯狂的发泄着 他多么想和尼斯在一起啊 每当他看到林雷和迪利亚在一起 就想起自己和尼斯 可是这地狱天大地大 而且尼斯还要去庇伏大陆 谁知道以后何时才能再相见呢 杀杀杀 贝贝疯狂的杀戮 不顾一切的杀戮着 逃 逃啊 逃啊 这时候 还为身死的强盗们惊恐的叫着 同时一个个朝四面八方逃窜 特别是那强盗首领更加脸色苍白 他从来没想到 竟然会有中卫神如此变态 轻易的哼扫他们 完蛋了 我的人都完了 这强盗首领的心头一阵悲哀 可即便是悲哀 一见到林雷贝贝这两个煞神 他吓得心中一颤 哎呀 不管如何 我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再说吧 这首领不顾其他人 直接就逃窜了 当林雷和贝贝杀死身前人的时候 发现其他的强盗们 都朝四面八方逃窜了 林雷也不想追了 可是杀意奔腾的贝贝却是怒吼一声 同时高亢的叫声响彻天际 一道虚幻的弑神鼠幻影 出现在贝贝身后 贝贝张开嘴巴 盯着远处的强盗首领 和他身旁的一个人 啊 想要逃跑的强盗首领 陡然发现自己不能动了 不单单是他 还有他身旁的一个中卫神 顿时 这两名中卫神的神格都飘了出来 这强盗首领的体内 竟然飞出两枚神格 而从他旁边手下的脑海当中 也只是飞出一枚神格 这三枚神格直接飞入贝贝的嘴里 那两具尸体都从半空坠落下去 林雷有些担忧的看着贝贝 很明显贝贝的状态有些不对 贝贝 林雷飞了过去 唱听网 分享别人的心情 精彩自己的人生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老大 你别担心 我没事 刚才我只是心里有些憋屈 把心里的烦闷 全部发泄出去罢了 现在好多了 这些强盗也真是不长眼睛 竟然来抢劫我们 真是找死 林雷见贝贝的表情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些强盗啊 恐怕是不敢来惹我们了 其实对于这一天的来临 林雷早就有了准备 在地狱 每一处都有着势力占据 一些荒凉的地方 一般就是普通的强盗劫匪部落 而比较繁华的地方 则是大势力占据 林雷选择这座山脉很普通 林雷估计这里没什么强者 过了今天这一关 以后这周围怕是没人敢惹他们了 哎呀 不少尸体的空间戒指都忘了拿了 这钱再少也不能浪费啊 贝贝直接朝下方飞过去 林雷不由笑了 见到贝贝心情好 林雷也感到畅快 贝贝等等我 林雷也冲了下去 这一次的杀戮 的确是震慑住了周围的一些人 原本八十二人的强盗团伙经此一难 只剩下不足三十人 这只小型强盗团伙战战兢兢的在收容其他人 不过他们却丝毫不敢来打扰林雷他们 连靠近都不敢 就这样 在宁静的修炼当中 一年一年时间如流水一般逝去 嗡 林雷他们在修炼的第十六年 大地法则波动降下 洞穴釜底当中 蒂利亚和贝贝都有些惊喜忐忑的看着眼前的一幕 林雷本人悬浮着 被天地法则奇异的能量包裹着 同时强烈的火元素悬浮在上方 而后凝聚成了一颗火元素神格 老大 你火元素也成神了 贝贝喜悦的说 迪丽亚也满是激动开心 这修炼天赋很重要 如果对某一方面没有天赋 就是再修炼也很难成功 林雷在地风方面的天赋都很高 修炼起来也很快捷 而在火元素方面其实也算不错 只是和地风相比弱了一些 不过如今林雷的灵魂非常强大 加上之前在金属生命上的修炼 林雷也修炼超过了二十年的时间 火元素法则当中最简单的火之元素悬傲 终于大成 这一次林雷再一次选择了灵魂两分 毕竟如今林雷拥有着大量的紫荆 大量的财富 灵魂想要变强并不难 穿着火红色长袍 火红色长发的林雷凭空诞生了 这正是林雷的火系神分身 片刻以后天地法则波动消散 那火系神分身也融入了林雷本尊的体内 林雷本尊的灵魂海洋当中 强大的灵魂之力 仿佛海浪一样 轻轻的荡漾着 而一柄朦胧的七彩剑形灵魂 悬浮在灵魂海洋上方 在这七彩剑形灵魂下方 灵魂海洋表面 漂浮着三个林雷 分别是散发着朦胧土黄色光芒 淡青色光芒 火红色光芒的三个林雷 三个林雷形成三角形 刚好在那柄剑形灵魂之下 林雷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满是喜色的 低利亚和贝贝 老大 你现在可是有三个身分身了 加上你本尊 可是四个了 和你比起来 我贝贝就丢脸了呀 到现在 我加上本尊也就两个身体 贝贝 你还有两个 可我呢 只有一个 不是更丢脸吗 低利亚说着 林雷不由笑了起来 低利亚 贝贝也为林雷高兴 多一个身分身 就代表多一条性命 同时也代表将来的成就可能更高 我这火系神分身只是下位神 实力还很弱 现在 我还是要靠地风这两大身分身呢 林雷自己很清楚 自己的身体有四个 恐怕暂时很难再多了 毕竟 对于其他元素法则 林雷都是一窍不通 什么雷电 水 光明 黑暗等等 林雷都是两眼一摸黑 没有天赋 连元素法则都感应不到 怎么修炼呢 即使修炼百万年都难成功 林雷有些明白 为什么修炼越往后越难 如今自己的大地法则 大地脉动 土之元素都已经大成了 而这十六年来 地形术也修炼得不错了 大地法则一共有六种悬傲 自己才修炼到第三种 现在看来速度快 可是越往后恐怕就越慢了 林雷心里明白 毕竟火元素法则当中 最简单的火之元素 在他灵魂这么强大的情况下 都修炼了足足二十年 当初的土之元素悬傲 林雷如果不是融合大地脉动 恐怕两年就大成了 而且当时 林雷的灵魂比现在弱很多 这就是天赋的差距 或许在修炼感悟方面 取决于一个人刻苦 心灵的敏感等方面 有的人见到一个场景 心中自然就有所联想 或许就会有所突破 这和元素亲和力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人 个人思想逻辑 心灵感悟等等决定的 可是对于元素法则感应的清晰 模糊却是天赋所决定的 哎老大 你傻想什么呢 贝贝把林雷从思考当中唤醒 没什么 乱想一些东西 走 我们去大厅庆贺一下 迪利亚 你神格炼化的怎么样了 炼化八种悬奥了 估计再过几年 应该能把第九种悬奥 也能领悟 迪利亚微笑着说 老大 这么说我们再过几年就可以走了 贝贝有些期待 林雷看了一眼贝贝 心中有些感到愧疚 在这里贝贝陪自己待了十六年 估计尼斯和他哥哥撒罗蒙 已经抵达蓝丰城 甚至于已经出发 踏上前往必服大陆的行程了 贝贝要和尼斯再相见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贝贝走 我们去喝酒去 林雷右手搭在贝贝肩上 两兄弟一起朝外面走去 转眼间 又过去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迪利亚终于完全炼化了上尉神格 踏入了上尉神境界 从外表看 特别看到迪利亚胸前的那枚恶魔勋章 很显然这是一个上尉神恶魔 上尉神恶魔可是很唬人的 在这个地方过了二十年 都有些感情了 林雷回头看了看洞穴釜底 旁边的迪利亚不由笑了 怎么 你还想居住在这个地方啊 要不我们再住个几十年 走吧 林雷一挥手 突然 一条黑豹形状的金属生命出现在半空 林雷三人便飞入其中 金属生命立即化为一道光线 朝东方前进了 林雷他们如今可是有超过十座金属生命的 这金属生命都是从那空间戒指当中发现的 毕竟有不少上尉神都是购买金属生命的 金属生命当中 林雷他们三个坐在椅子上 透过透明的金属看着外面的景色 喝着美酒便这么一路前进着 好的朋友们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盘龙第三百九十三集 金属生命当中 林雷他们三个坐在椅子上透过透明的金属 看着外面的景色 喝着美酒就这么一路前进着 老大 你说这金属生命也挺怪的 一般人类魔兽什么的都没有办法收入空间戒指 可是这金属生命却能收入空间戒指 而且呢 我感觉他们智慧都很低 林雷微微点头 这一点他也注意到了 这金属生命或许有些特殊吧 其实林雷并不知道 凡是在紫荆城堡等一些地方购买的金属生命都是经过特殊改造了 已经近似于交通工具 只拥有简单的思维 做着金属生命 林雷他们三人行进在路途当中 金属生命再一次停下 林雷对迪利亚笑了笑 迪利亚 只能麻烦你再出去一次了 这枪到劫匪啊 还真不是一般的多 而且都很烦人 神识发现不了我 等我一出去 他们一轰就散了 果然 迪利亚刚刚走出金属生命 那过百名忠位神 一看到竟然神识发现不了对方 特别是对方带着恶魔勋章 啊 是上尉神恶魔 那群强盗立即吓得四散逃跑了 迪利亚再一次回到金属生命当中 继续走吧 迪利亚 这上尉神恶魔的确是够唬人的呀 贝贝大笑着说 其实很正常啊 恶魔考核本来就难 有胜劣汰吗 而且恶魔的任务也比较危险 战斗的时候是上尉神对上尉神 中尉神对中尉神 一般能经过几次任务 还活着的上尉神恶魔 都是有一些实力的 林雷听了以后 微微点头 觉得很有道理 当然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上尉神恶魔的实力很低 但是他有一个组合 所以才能经历任务而不死 不管什么情况 强盗们遇上上尉神恶魔 一般都是立即逃窜的 荒凉的连绵山脉当中 人烟稀少 熟悉这里的人知道 这里是被一伙强盗占据了 寻常人不敢在这停下 在那连绵山脉的边缘 在半山腰位置 长着大量的藤万杂草 藤万杂草后面就是山壁了 而诡异的是 这藤万杂草被剥开了 一个脑袋从里面冒了出来 这是一个微胖 目光纯净的青年 仰头看了看天空 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天空当中乌云密布 整个大地几乎是一片漆黑 即使神级强者 也只能模糊的看到数百米范围 这青年微微点头 今天天气不错 也该继续前进了 这青年化为一道风 飘逸轻快的朝东方前进着 悄无声息 很快便窜行到数千里以外 那道风停下 这青年又变回原样 他潜伏在地面上 静静看着远处 刚才他注意到远处 似乎有一丝动静 注意了片刻 他才看到一个长着尾巴的兽人 在飞奔 原来只是一个声誉 这青年暗松了一口气 青年再一次化为微风 悄然前进着 趁着黑夜 青年时而前进 时而停下 就这么小心翼翼的前进着 忽然他发现上方一道金属生命急速飞行着 顿时青年面露喜色 他的速度完全爆发 瞬间冲天而起 朝那金属生命追去 论短距离速度 神级强者 一般都是赶得上金属生命的 当青年靠近这金属生命的时候 立即神识散发开去 浮散其中的一些中卫神 各位 我只是一个中卫神 帮忙携带我一程吧 这青年立即神识传音进去 可是这金属生命丝毫不理会 各位大人 帮帮忙啊 这青年又接着传音 滚 再啰嗦杀了你 一道神识传音传下来 青年顿时就减缓了速度 摇头一探 这青年立即化作一道风 朝下方落去 继续朝东方前进了 在这个漆黑的夜晚 他在路途当中 遇到过三个金属生命 都是装载着大量的人 可是他这三次请求都被拒绝了 既然被拒绝 他只能靠自己赶路 他硬是在天亮以前赶了二十万里的路程 当天色蒙蒙亮的时候 青年不再前进了 他停下的位置是杂草丛生的平原 青年鼓动体内的神力 立即挤出一个地穴 地穴的穴口则是被杂草覆盖着 很是隐蔽 青年在这地穴当中 冷静的坐下 眉头伸索 按照这样的速度 恐怕要数十年的时间 才能赶到紫荆山脉吧 没想到我詹金也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这地狱还真是不好闯啊 回忆起来到地狱的这段日子 詹金的心里就是一阵酸楚 一阵感叹 不过他的心境很快就平稳下来 不管如何 我现在第一目标 就是要先赶到紫荆山脉 这紫荆山脉 将是我詹金在地狱真正迈出的第一步 他的目光锐利 不管吃多少苦 他都不可能放弃 百折不挠自信 这也是詹金能够成神 能够活到现在的原因 幸亏在地狱当中 神石浮散的范围很小 如果像在物质未免 神石可以散发那么广的范围 那枪刀皆非 就可以轻易的找到目标了 唉 不过 要碰到夜晚天空没有一丝光亮 一个月 也就一两次罢了 詹金很清楚 如果在白天赶路 绝对会被发现的 一旦被发现 以他出入中卫神境界的实力 绝对是逃不掉的 他只能在那种漆黑的夜晚赶路 要完全漆黑 一个月也就出现一两次 概率太低了 而且完全漆黑的时间 只有一天的三分之一左右 他只能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赶路 只能这么小心翼翼的赶路了 或者能碰到心善的人 携带我一程 詹金也明白 一般承坐金属生命赶路的人 是懒得理会别人的 遇到强盗劫匪 也不会猛追猛打 毕竟耗费时间精力 而且得不偿失 连强盗劫匪都懒得动手 像詹金这种恳求 希望帮忙携带一程的人 他们也是不想出手的 只能慢慢等了 詹金当即动手 用泥土把洞口堵上 只留下很小的缺口 漏进那么一丝阳光进来 这种广袤的草原 大多生活着最普通的圣域们 而且强盗劫匪 也不可能一寸寸土地的搜索 除非是太过无聊了 等待 等待大概过了27天 又一个漆黑之夜到来了 詹金悄然的剥开杂草 环顾一下周围 确定周围没人以后 再从地穴当中窜出来 随即他变化为一阵风 悄然的继续向东方前进了 这一次 大概前进了两个小时左右 他又发现了一个金属生命 可是当他急速飞过去 传音请求帮忙携带一程的时候 却依旧遭到了拒绝 并且遭到怒斥 詹金的心里没有一丝丧气 甚至于没有多少波动 唱听网 分享别人的心情 精彩自己的人生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ting85.com 在詹金看来 每一次机会都必须去珍惜 即便失败也没什么 而不去试试 则必然会失败 战金继续悄然的前进着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这时候天空当中又有一个金属生命 朝东方飞去 他立即仰头 同时速度爆发 立即追了过去 在前方上空的是一个体积比较小的金属生命 很显然 内部的人肯定很少 一般里面的人比较少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关系比较亲的人 他们一般不愿让陌生人掺杂其中 可是 战金不经过尝试 是不会放弃的 他的神识立即散发了过去 里面有两个中卫神 各位大人 我只是一个中卫神 请帮帮帮帮帮帮我一程吧 如果有人训斥或者拒绝他 战金都不会介意的 心境也不会有丝毫影响 可是 这金属生命竟然突兀的停下了 战金也立即停下 他忐忑的看着这金属生命 他最担心 里面的人出来杀他 不过战金还是安慰自己 不会的 成作金属生命的人 一次次贺斥强盗劫匪 已经形成习惯 一般不会对没有威胁的人动手的 老大 这个人挺有意思啊 竟然请人帮忙携带一程 一道声音响起来 同时 金属生命的通道 陡然开了 就让他进来吧 一道温和 普通的声音响起来 可是这道声音 却让战金的心境 瞬间就震荡起来 他眼眸当中 瞬间爆发出惊喜之色 战金肯定 这道声音 他一辈子也不会忘 我老大让你进来 快点进来吧 一个戴着草帽的人 出现在通道口 啊 谢谢大人 战金立即飞了过去 进入了这金属生命内部 金属生命内布置得很温馨 除了后面几个房间 中央便是大厅 大厅当中放着美酒 桌椅 在大厅当中还能观赏到周围的景色 瞻金的心里暗说 这才是地狱当中上层人的生活啊 同时 瞻金也看到了一对年轻的男女 那年轻男子 有着一头棕色长发 穿着天蓝色长袍 眼眸当中蕴含着一丝笑意 显得比较容易亲近 而在他旁边的女子 瞻金则是吓了一跳 这女的漂亮啊 可是瞻金却感应不到对方的气息 他是上尉神 而且是上尉神恶魔 瞻金瞬间注意到那恶魔勋章 同时他也注意到另外两人胸前的恶魔勋章 瞻金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这只金属生命敢闯荡地狱 却没有危险 因为有上尉神恶魔在 林雷饶有兴致的看着眼前这个有些微胖 整个人显得很亲切的青年 哎 你就坐在那边 贝贝随意的说着 只听迪利亚询问着 你怎么会中途让我们帮忙携带你一程呢 不但林雷好奇 迪利亚 贝贝都好奇 哦 三位大人 我叫占金 至于为什么请大人帮忙 其实啊 还要从我进入地狱开始 当初我进入地狱 是被紫荆军随意的扔下 当时是加入了一个很普通的部落 想必大人们也知道 部落当中赚钱很困难 一万年也就赚数十末时罢了 啊 数十末时 林雷微微皱眉 自己当初所在的黑龙部落 一万年可是有过千末时的 不过林雷瞬间就明白了 那是加勒德黑龙的缘故 否则也不会引起其他部落联手来攻击了 一般的部落只能靠炼化神器或者神经来赚钱 那样一万年的确也就有数十末时 而且呢 地狱当中战争很频繁 一个普通的部落 或许会存在百万年或者更久 可是有的部落 数千年就可能被灭掉 如果是普通居民 可能战败以后加入其他部落 可是我是中卫神 我被强行要求成为部落中的战士 每一次战争 死的最多的就是战士了 林雷微微点头 自己当初在黑龙部落 显然是后台比较硬的部落 选战士也是自愿 显然不太在乎这个 而许多弱小的部落 对中卫神都是强行要求当士兵的 我一万多年的时间内 经历过两个部落 我发现这样下去不行啊 第一次战争 我侥幸没死 可是第二次还有那运气吗 经过许久的计划 我就悄悄的离开了部落 准备前往紫荆山脉 不过我们部落离紫荆山脉 足有数千万里 路途当中强盗劫匪又很多 我只能在天色完全漆黑的情况下 才能小心的前进 林雷有些听明白了 同时也能想象这沾金一路当中所受的苦 哎 我问你 你去紫荆山脉干什么呀 哦 我听说过紫荆山脉 也知道那紫荆山脉当中有紫荆 我就先去采紫荆 紫荆这东西很贵 卖出去一颗也有六七千末时呢 这可比我在部落当中好多了 你听说 你可知道这紫荆山脉开采的条件呢 林雷阅读过地狱当中大概的地理讯息 对紫荆大陆当中著名的紫荆山脉很是清楚 因为清楚 林雷他们还计划在行进到紫荆山脉的时候停下去游览一番 紫荆山脉 方圆数十万里 是紫荆大陆上紫荆唯一的出产地 条件 沾金摇了摇头 那些部落当中的人怎么会知道呢 这种宝地啊 怎么会让一般人来开采呢 这可是被一些大家族给联手封住了 不可能啊 紫荆山脉如此珍贵的地方 范围又那么辽阔 几个大家族就能完全的封住吗 一些珍宝之地 许多人会不惜性命 偷偷进去的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缴纳五千末十 你就可以进去采集了 紫荆采集是非常难的 有时候千年都得不到一颗 当然运气好的话 可能一次性得到几颗 啊 五千末十 占金脸色不有一阵苍白 他来到地狱才一万多年 全身的资产加起来 也就过万莫十罢了 金属生命如流光一般 迅速穿梭向东方 金属大厅内 林雷迪利亚相对而坐 贝贝和占金相对而坐 大家随意谈论着 我的家乡啊 可是比你们的家乡要复杂多了 而且我们的家乡 大陆面积比较大 从最南边到最北边 所有十余万里呢 如今的占金 满脸的笑容 已经没有逃命赶路的京剧了 林雷微微点头 玉兰大陆南北的距离 也不过两三万里 而占金的家乡 的确要比玉兰大陆大得多 我们那主要分为三块势力 一个是人类社会 还有一个是兽人族 最后还有一个海族 各种宗教非常多 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 我一个人类 还在兽人当中 搞出一个宗教来呢 那些兽人族啊 兽人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信仰的神 原本是人类 林雷 滴利亚 贝贝 沿途也是无聊 他们听占金讲述着 他们那个物质未免的故事 占金 他们那个物质未免 虽然没有玉兰大陆未免 这么复杂 可是人口基数更大 胜育强者更多 各种宗教战争 种族战争 也非常的频繁 好了 朋友们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收听 下一集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 由原野播讲的 盘龙 第三百九十四集 林雷 滴利亚和贝贝 沿途也是无聊 他们听着 占金 讲述着 他们那个未免的故事 不得不说 占金 他们那个物质未免 虽然没有玉兰大陆 这么复杂 可是人口基数更大 胜育强者更多 各种宗教战争 种族战争 也很频繁 哎呀 没看出来呀 占金 你在你那个物质未免 竟然如此了得呀 哎 站在大陆的巅峰 也会寂寞的 林雷微微点头 其实许多从物质未免 前往地狱等至高未免的强者 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寂寞 怎么说呢 我明明知道地狱当中危险 可还是选择来了 可是地狱中的危险程度 还是超过了我的想象啊 如果不是三位大人帮忙 我连五千墨石都拿不出来呀 詹金没钱缴纳五千墨石 可五千墨石对林雷他们而言 的确是九牛一毛 在谈话当中 他们也觉得这詹金还算不错 贝贝便豪气的答应 帮詹金提供那五千墨石 数千万里路程波澜不惊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林雷他们便抵达了传说当中的紫荆山脉 林雷站在金属生命前端 透过前面的透明金属 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浩瀚无边的紫荆山脉 紫荆山脉浮原辽阔 方圆数十万里 方圆数十万里 在地狱当中的确不算多么夸张的范围 可是至少已经完全充斥整个视线范围 一眼看下去便是浩瀚无边 看不到尽头 同时那白色的雾气漂浮在紫荆山脉上 诡异的是只能看到雾气 却无法看到紫荆山脉 果然如书记中所说呀 这紫荆山脉虽说是山脉 却又被称作雾海 从外面看 根本看不到一丝善石 进阶都是连绵没有尽头的白雾啊 林雷感慨地说 旁边的迪利亚 贝贝 沾金 也心旷神怡地看着眼前的美景 数十万里区域白雾腾绕 天空当中血色的阳光照耀 折射在白雾当中 形成绚烂的景色 的确让人心中畅快 林雷 迪利亚 贝贝三人 好歹通过书籍 对着紫荆山脉有所了解 而这詹金 却是茫然无知 这就是紫荆山脉吗 詹金 还是无法相信 这雾海 就是紫荆山脉 走吧 我们下去 林雷心意一动 偌大的金属生命 就凭空消失了 林雷 迪利亚 贝贝 都朝下方飞去 那詹金却略显措手不及 但瞬间便稳定了 同时也随即跟上 紫荆山脉 表面看便是雾海 而在紫荆山脉外围 则是有着密密麻麻的人 如同洪流一般在飞行着 数量之多 简直到了一个 骇人听闻的地步 许多神奇强者 就待在雾海边缘 碰运气 搜集紫荆 紫荆山脉外围的地面上 至少在林雷的视线范围内 便有三座古老的城堡 当林雷他们四个靠近 顿时有两名穿着黑色制服的中年人 飞了过来 他们都不由经意的 看了一眼 地利亚显然都发现了 这是上位神恶魔 他们不由心中疑惑 这上位神恶魔 不会是来采集紫荆的吧 上位神恶魔 就是当保镖 薪酬也比采集紫荆高许多 采集紫荆一般是下位神 中位神做的 注意到地利亚这个上位神恶魔 这两个人的态度也好上很多 其中金发中年男子微笑着开口说 请问你们几位是来 贝贝笑着回答 我们三个是进去观看一番 这个小子是来你们这儿采集紫荆的 哦 这紫荆山脉是我们十八家族统一管理的 当然了 我们不阻止外人进去 不管是幽懒 还是采集紫荆 凡是要进去啊 每人要缴纳五千末时 林磊微微点头 缴纳五千末时这个规矩 已经传承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连那书籍当中都记载了这一点 嗯 如果没有末时呢 詹金突然问着 没有 没有也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放你进去 不过我们不会给你信物 所以出来的时候 你就需要缴纳给我们三颗紫荆 嗯 信物 林磊的眉毛一线 那金发中年男子点头说 是啊 凡是交纳五千末时的 就可以得到一枚文章信物 到时候出来啊 只需要归还这枚信物 就可以安然离开了 林磊他们心中明白了 呃 如果你们要缴纳五千末时 请到统一的入口 金发中年男子指着远处建造的很奢华的殿门 其实啊 紫荆山脉范围很大 完全可以从天空或者地面 任何一处进去 记住啊 你们出来的时候信物是要归还的 如果妄图逃逸 那 那可是会遭到我们十八家族的高手袭击的呀 哈哈 也是提醒你们一下罢了 林磊淡然一笑 哈哈 谢谢了 当即他就带着贝贝迪利亚 粘金朝那入口处飞去 老大 那个家伙好像挺嚣张的呀 总把十八家族挂在嘴边上 贝贝 别大意 紫荆大陆当中唯一紫荆的出产地 这可是非常惊人的宝藏啊 一颗紫荆的价格你也知道 你知道这紫荆山脉出产了多少紫荆吗 贝贝一愣 紫荆 每一个紫荆城堡 黑沙城堡当中都有大量的紫荆贩卖 数量之多 根本不计其数 这么一座源源不绝供应紫荆的紫荆山脉 那可是真正的大宝藏啊 这十八家族 任何一个家族的财富 都远远超过的博弈家族 十八家族 能垄断这紫荆山脉的宝贝 我想 肯定有修罗在后面支持 而且 应该不止一个修罗呀 紫荆山脉是紫荆大陆当中 唯一的紫荆出产地 而紫荆大陆却有近二十个府 也就是近二十位修罗 随便有点脑子就能明白 这十八家族的势力之庞大 别说一个上位神恶魔 就是七星恶魔阿里奎恩 估计也不敢在这胡闹 紫荆山脉入口处 给 两万末十 林雷翻手取出两根 战石长条 那穿着黑色质式长袍的女子 随便取出四件 一模一样的文章给林雷 林雷他们四人 每人分了一件 太感谢林雷先生了 詹金感激的说 其实在金属生命乘坐的这段时间 詹金也发现 林雷他们三人决策做主的不是上位神恶魔迪利亚 而是林雷 走 我们出发 林雷直接腾空而起 和迪利亚贝贝一同朝雾海靠近过去 血色阳光照耀在这轻轻翻滚的雾海当中 泛起的奇妙色彩 形成一道道美景 真漂亮啊 林雷 你看那 迪利亚指着雾海远处 只见一团团白雾 在阳光照耀下 竟然宛如一匹匹飞马 在奔腾 浩浩荡荡 无边无际 真是舒服啊 走 我们到里面看看去 说着林雷他们就朝里面飞去 可就在这时候 四位 请停一下 林雷他们当即疑惑的停下 回头看过去 只见一个穿着黑色质式铠甲的青年 飞了过来 四位啊 难道你们不知道 这雾海的危险吗 竟然还朝这雾海里面乱闯 危险 林雷疑惑的指着远处的其他人 不是有人在雾海当中吗 在林雷看来 别人能进去 自己进去 也应该没事 而且购买来的那本《关于地狱》的书籍里面 对紫荆山脉也大概描述一番 畢竟那本书籍也不算厚 每一个府也只是介绍几页罢了 我得提醒你们一下呀 紫荆山脉的雾海很是诡异 可视的范围很小 一般中卫神如果在雾海当中 也只能看到百米的距离 所以不管是谁 在雾海当中 最好在雾海的最外围 如果是中卫神 不可能深入超过百米呀 凡是进入到深处 当你无法看到外面的时候 你就出不来了 林雷他们吓了一跳 出不来 怎么可能呢 不就是白雾吗 虽然可是范围小 可是我从里面直线飞行 难道还飞不出来吗 飞不出来呀 只要你们在雾海的最外围 回头能够看到外面 你们还能飞出来 如果你们看不到外面 那你们就完了 所以采集紫荆 必须要小心的 即便是你的前方十米处有紫荆 你也千万不能越过危险区域 一旦深入就回不来了 这青年非常郑重 林雷皱眉看了看远处 雾海边缘大量悬浮着的神级强者 顿时就有些明白了 对 如果这雾海没有危险 这些神级强者 恐怕早就冲到雾海深处 去寻找紫荆了 又何必在外面等着呢 林雷确定 这雾海肯定有危险 你们要记住啊 时刻确定自己不能超过警戒范围 即便是前面有一堆紫荆悬浮 也不能深入 那青年说完 便离开了 林雷他们相视了一眼 不由惊讶自然的奥妙 迪雷 我们也不是来采紫荆的 只是过来看看 走 我们去其他的地方 林雷也不在乎 当即带着迪雷雷贝贝 沿着雾海边缘 飞行了过来 而那詹金暂时也跟着林雷他们 林雷他们走了一会儿 队长运气不错呀 刚才竟然发现那颗紫荆 我来这地方二十多年了 我一颗也没得到呢 嗨 老李威啊 你收获怎么样啊 这时候 正有一个十几人的小队聚集在一起 黑白杂脖的长发 一袭灰色长袍 这正是同样来自于 玉兰大陆外面的奥利维亚 奥利维亚摇了摇头 他说 运气不好 哎 别嫌弃嘛 走 大家一起去喝几杯 我请客 那队长说着 这个小队便飞到雾海外围 靠近出口的位置 那里正有一些餐饮场所 奥利维亚他们这群人 一共有十二个人 进入餐厅以后 便在餐厅角落 选了一个圆桌 围坐下来 队长 你得到一颗紫荆 可别小家 有个人开口喊着 哈哈哈哈 老规矩 一人一瓶 诺斯沙 想多喝呀 自己买去 啊 快点 给我们来十二瓶 诺斯沙 围首的大胡子队长 哈哈笑着说 诺斯沙也算是比较不错的酒了 一瓶需要十墨石 十二瓶 也就是一百二十墨石 他们这个小队当中 不管是谁得到紫荆 就会请客庆贺一番 毕竟采集到紫荆 是需要运气的 运气好 几天就能得到一颗 运气差 上千年 也得不到一颗 抓着酒瓶 奥利维亚喝了一口 眉头 却是微微皱着 快三十年了 一颗自惊也没得到 奥利维亚心头 很是烦闷 他仰头 又喝了一大口 来到地狱 奥利维亚开始的运气还不错 达到中卫神境界 筹集到一万末时 参加恶魔考核 他也幸运的过了关 成为了一名 异性恶魔 可是没想到 第一次接任务 他就失败了 而且慌忙 逃窜当中 还和好友 巴扯勒 无意当中分开了 奥利维亚当初和巴扯勒在一起 辛苦凑集费用参加恶魔考核 随后就接任务 可是第一次任务就失败 实际上 奥利维亚根本就没有任何收入 任务失败以后 他身上的钱财 竟然只有可怜的数百末时 靠数百末时 想要逃回城池 那是做梦 幸亏当时的任务点 离这紫荆山脉不算远 他也听说过这里 便小心翼翼的 花费数年的时间 偷偷的往这里赶 按照规定 无法缴纳五千末时的人 出去的时候 必须缴纳三颗紫荆 别说三颗紫荆了 我现在连一颗都没有 都快三十年了 哎 在这鬼地方 也不可能接任务 奥利维亚越想越难受 仰头便把大半瓶酒 一口气喝了过半 想安全回去 必须赚足足够的钱财 想赚钱财 对如今才是中卫神的奥利维亚而言 只能选择采集紫荆 奥利维亚 一颗紫荆也没得到的 不止你一个 别泄气 上一次我们不是碰到一个倒霉的家伙吗 他一万年也没得到一颗紫荆啊 奥利维亚努力挤出一丝笑容 他必须和这些人搞好关系 在这紫荆山脉采集紫荆 也并非安全的 这里毕竟不是城池 在紫荆山脉当中 如果某人运气好 一次性得到一堆紫荆 许多人建财起义 杀死对方 夺了对方的宝物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许多中卫神 都会形成一个个小团伙 奥利维亚他们这十二个人 便是一个小团伙 至少他们能保护好自己 距离奥利维亚所在的数万里之外 林雷他们四个正在雾海边缘 林雷他们过来可不是采集紫荆 只是过来欣赏一番罢了 詹金啊 你也不用跟着我们 你自己去采集紫荆吧 我们在这紫荆山脉周围逛逛 过一两天呢 我们估计就离开了 林雷掉头看了詹金一眼 随意的说着 詹金对林雷他们是心怀感激 林雷先生 你们三位对我詹金的大恩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呀 更何况你们离开以后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 而这采集紫荆 根本是靠运气的 或许啊 和林雷先生你们在一起 我还能采集到紫荆呢 詹金开玩笑说 嗯 小子 不错 够义气 贝贝装成成熟的样子 拍了拍詹金的肩膀 林雷笑着点头说 那好吧 那我也陪你采集紫荆 我看看这一两天 我能不能运气好 得到一颗紫荆啊 走吧 我们到白屋里面去 大家记住啊 千万注意看着外面 保证能看到外面 我还得看着外面 继继续前进 贝贝嘻笑着 不断朝里面飞去 林雷他们自然也是跟着 朝里面飞过去 大家飞的速度都很慢 飞了大概八十米的速度 就都停下了 好了 朋友们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收听 下一集